大家好 大家看我旁边的这颗植物 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这个植物的它名字叫做三色千年木 其实啊 它的别名的话也叫做七彩铁 我们会发现这个植物的话呢 它的这个颜色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好看 大家看它的叶片边缘呢是红色 然后呢 里面的是黄绿相间的这个颜色 那么这种颜色是非常特别啊 放在家里的话呢 也是一种非常特别 非常好干的一种观赏植物 而且它底部这个杆子啊 是很容易养成这个老庄的 这种木质化的杆子 那么像这种植物的话 它的观赏价值特别的高 那么它到底好不好养呢 其实非常的好养 它比较适宜生长的温度呢 是在18度到28度之间 只要温度呢 不低于10度 它都能够长得非常的好 它是比较喜欢温暖湿润 明亮散色光的地方 那么我们在春秋冬 这三个季节的话 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但是在夏季的话 要给它进行适当的遮阴 光照呢 对它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有给它足够的光照 会导致它的这个叶片银色 慢慢慢慢的就会 全部变成绿色了 平时浇水的话呢 也是非常简单 它其实是相对比较耐旱的一种 那么它其实的话 对水的需求呢 不是特别的高 我们一般的干透浇透就可以了 施肥也是很简单 我们在它的生长期 给它适当的补点肥就可以了 补肥的时候呢 它主要以蛋甲肥为主 这个时候呢 磷肥要少一点 因为呢 它不是这种开花植物 所以对磷的需求比较少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用上这种 花卉专用的控制肥 但磷甲比例呢 是18比9比18 主要是含有蛋甲肥 可以有效的促进它枝叶的生长 还有它枝干的粗壮和木质化 颜色这么特别 然后呢 又好看又好养的植物 你心动了吗呢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